哈囉 各位晚安 我是博勝 今天要幫各位介紹的是我們 2022年的Course 我們目前這款車的話是 1.8旗艦 油電版的 那我們要幫各位介紹的是如何解除 我們的音響主機 音響主機 如何行駛間可以設定使用 那我們在這邊幫各位做個說明 好 我們上車之後 來 我們上車之後一樣 我們從開始的部分幫各位做個介紹 我們打開電源之後 會看到我們的主畫面 那這個主畫面來講的話 因為2022年的話主機有變 尺寸有規格有改變了 那這一次的話它是改成9吋螢幕 9吋螢幕 那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Driver主機 它是有4G聯網的功能 那現在在這邊幫各位說明 應該如何去解除行駛間設定 那我們看主畫面的右下角 你會看到有一個設定 在右下角第一個按鈕 按設定之後 進去之後 你會看到一個日期和時間 點一下 進去之後你會看得到 我們在左邊從左邊開始幫各位說明 它有自動判斷時間 還有設定時間 第三個是我們的時間規格 那時間規格的部分一樣 我們按住它 那它大概這個時間來講 我們按住之後 大概15到20秒以上 它會進去我們的一個安全模式設定 那我們現在按住之後 它進去了 那我們也是從上面開始幫各位介紹 因為2022年來講的話 它解除設定的裡面的內容物有點不一樣 還是在這邊幫各位說明 我們把鏡頭移前面一點 然後我們可以看得到 第一個是啟動安全模式限制 第二個是停用安全模式的一個限制 那我們進去之後的話 記得要在第二個 第二個底下 要停用安全模式的一個限制 亮起來之後按確定 按確定之後 這個的話 這邊會出現我們設定工 我們的一個工程設定使用 那這個就會解除我們行駛間可以看的部分了 那這台是2022年 我們COSE COSE 1.8旗艦版的油電版 那我們剛剛的設定就是 教各位如何去解除行駛間殼 觀看的一個設定功能 那如果說上面的影片不清楚的話 可以在上面再看一下 如果說覺得我們今天的影片介紹的不錯的話 記得再幫我們分享 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那還是建議各位在行駛間的話 不要邊開車邊使用我們的影音系統 這樣蠻危險的 那今天的介紹就到這邊了 如果覺得介紹的不錯的話 記得再幫我們分享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感謝各位的觀賞謝謝拜拜